接下來是今天編號第47場賽事 也是我們業餘賽事的最後一場壓軸賽 綜合格鬥男子組出量級的賽事 首先介紹藍方橋駱 身高177公分年齡23歲 來自中華台北代表 非鐵科競技體能俱樂部 簡上風 特別說明一下 因為簡正風選手延遲過棒 將會扣除總分1分 接下來介紹紅方角落 身高173公分年齡26歲 來自中華台北代表 成績四汗健身俱樂部 李玉勝 場上彩判 謝謝 現在來到最後一場壓軸 NNA夜雲男子組出量級 紅方選手 李玉勝 藍方強選手 簡勝風 李玉勝是我們WOTDR最精英的選手之一喔 他非常有可能可以進軍這個國際舞台 或是職業賽喔 連續踢襲喔 哇 一個第一邊腿喔 剛才這個第一邊腿有一點危險喔 雙方都是在這個三點接觸有點模擬兩可的情況下提起對手 哇 非常的快速啊 接近喔 對 哇 李玉勝這個頭部的閃躲啊 是 非常的俐落 剛才我講到李玉勝是非常有可能的進軍 國際職業賽的選手 哇 到一個職業賽的選手 哇 直接進入地板 腳鎖的位置喔 是 那一拳我以為是KO 但是呢 到了地板上面立刻撿這封型了 實在太漂亮了 非常精彩 現在連眼睛都不能眨一下 很有可能馬上就分出勝負了 是 現在李玉勝幾乎把防守全部放下來了 他是不是對自己的靈靈 非常有信心 哇 果然 又再一次換拳換到簡勝鋒的臉上 哇 又一個右擺拳 對 非常多變化李玉勝的打擊技 沒錯 李玉勝是非常快速靈靈的選手 對 哇 現在簡勝鋒直接倒地喔 避免他遭受到這個在安利技的攻勢喔 因為在三點著地的情況下 你是不能打起頭部的 對 不能踢起頭部喔 哇 剛剛又以右手重拳喔 是 哇 簡勝鋒的脖子也非常硬啊 哇 再一個右手重拳喔 哇 簡勝鋒直接做腳鎖喔 我想要做腳鎖喔 我想要做腳鎖 哇 簡勝鋒直接追擊 再一次的抓爆雙腿的位置 非常高 想要拖打這個李玉勝喔 我們可以看到常常NNA場中啊 遇到這在立體這麼厲害的選手啊 很多羅素的選手會直接下地板防禦喔 想要抓直接抓腳鎖的位置 是 現在簡勝鋒 抓住對手的這個手臂 不過並沒有抓到任何的一個靶位喔 哇 李玉勝一個回身邊拳喔 非常漂亮的擊中簡勝鋒下巴 哇 現在李玉勝整個防禦鬆懈 想要靠頭部擺動喔 對 像這種打反擊的對手啊 其實特別難打 因為 如果打不好的選手 打他就感覺像是摸不到一樣 沒錯喔 這個 如果你的轉速沒辦法跟上他的擺頭速度啊 你是打擊不動他的喔 對 哇 簡勝鋒再一次落入他的陷阱了 不過他不打也不行了 是 對方已經壓進來了 哇 又一個回身邊拳 哇 又一個回身邊拳 怎麼會手擺圈啊 哇 這簡勝鋒頭非常的硬啊 天啊 超硬的下巴 哇 哇 第一回合結束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哇 歡迎回來 在台北體育館 WODD Enter Dragon系列 夜餘賽的最後一場 壓軸賽 哇 這場戰鬥 雙方都是非常快速靈魅的選手 是 藍方是簡勝鋒 紅方是李玉生 李玉生在戰力季的琢磨更是更多喔 他現在雙手一樣 呈現一回合的這個架式喔 哇 簡勝鋒想要一個拖 捨身摔喔 但是 沒有摔到 現在簡勝鋒主動下尬 到半防禦的位置 哇 李玉生不斷地地板重拳 是 哇 這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喔 對 看簡勝鋒試著想要做一個角鎖 不過最後一致 哇 這個連續重拳 很有可能終止比賽喔 如果簡勝鋒再不停 哇 哇 哇 因為是業餘比賽喔 所以如果選手 在裁判的 這個 安全 這個警示的這個 判決裡面 如果他沒有主動的防禦啊 是 就會像這樣子 直接終止比賽喔 對 就我們在受裁判訓練的時候呢 特別提到要 保護自己 在挑戰的 四十秒 一級英雄 技術其道 我的身體是 紅黃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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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